为了保障妈妈小姐们的身体健康 五峰校卫生所特地在国际妇女节这天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 目前今年是还没有 但是我是知道五峰校公所都有固定 就是可以给女生做子宫抹片检查 我们子宫颈抹片在新竹县的耗发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鼓励说30岁的妇女 只要没有做过抹片的都可以来做抹片 那如果有一些抹片前要注意的事项 那可以打电话到我们五峰校卫生所 五峰校卫生所也提醒民众 如果私密处分泌物多或有味道 就应该立即到妇产科就诊 另外根据微服部111年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率统计 女性乳癌位居第四名 对此五峰校卫生所也连接医院 会派车接送有需要的民众到医院进行检查 因为现在案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卫生所就跟新竹荣民医院做一个连接 就是如果妇女有需要 我们就会派遣我们的司机 然后再送我们的妇女到主动荣民医院 帮她做一个乳房摄影的检查 每个部落都不一样 然后去能有车子 到我们部落做事最好的 为了鼓励符合资格民众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与乳癌筛检 新竹县卫生局表示 只要是从今年1月1号到10月31号完成相关妇女癌症筛检 并由筛检单位完成上传登录名册的民众 就可以参加抽奖 总共有45位幸运民众 可以获得2000元的超商礼券 呼吁民众定期参加癌症筛检 守护自身健康 有缘新闻怎么大事搞我新竹风采访报导